我想这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课程 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尤其是参与有做能量测试的 当然它也涉及了我们陈教授和蔡博士 他们同样的一个讲的 就是有涉及到能量 有涉及到共振 所以它也涉及了物理 吃进去一个胶囊 按照蔡教授的说法 吃进去的话 你这个胶囊要融化 需要七秒钟 七分钟 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 像第一排第一位女士 你们你是五秒钟 就产生一个测试的一个感觉 但是所以蔡博士 他给了你很低的剂量 对对对 后面那位林院长 他是一分钟才发生 所以他给了剂量 给了三克 那是比较严重一点 希望你能够找人康复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讲题 是由武家安教授院长 那武院长他本身 是从美国George Washington大学的分子生物医学博士的一个学籍背景 那今天呢这个讲节内容 对不起我还补充再介绍一下 这个很难得啊 这个我们的武院长他本身也是我们这个什么空手道 学会的副主委 对他是国家级的 接任国家教练 对啊 真的要掌声鼓励 希望这个自然医学能够帮他 把这锻炼得更好 那今天讲题内容 也是以这个科学论证的一个实物分享 把我们进掌声欢迎 谢谢主持人 我是空手道高手的 能不能睡觉 谢谢陈院长 陈教授 蔡教授 当然还记得我们主持人 刚才讲了那么多 刚才前面那两节课 就是自然医学 它是一个标靶共振的原理 所谓标靶共振 因为前面没有强调 所以说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中间 只要有质量的东西 它就有频率 那么HoloLight 它已经研发了几十年的一个研发 就让在实物里边 能够影响到 今天是讲脑科的疾病 影响到脑部 它可以引起共鸣的 有效果的 有共振的 各位知道在物理学上 有共振的 它的分子就移动 分子移动就会产生热 这个热我们感觉不到 主要太动 那么局部的损感就会改善 那么损感改善 我们身体的治愈力就发生作用了 好 原理在这里的报 那么在科学上 我们讲实证 实证你要证明给我们看 效果好到什么程度 那么今天这个主题是指 那个脑科疾病呢 我们往下的时候举几个重要 在脑科疾病的 比如说中风 比如说 帕丁森 这类老科的疾病 还有小朋友的互动 还有 吸毒 吸毒他的戒业 都是在脑部里边 所产生的反应 以Holo9 就是这个产品的 一个产品的名称 来用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在科学上的实证 怎么证明他效果在哪里 这是我今天的例子 首先我们谈脑中复的部分 那么这个研究是在南华大学 在那一研究所 下面是文献的出处 那么现在就讲是研究的方法 我想知道一下 在座医师身份的请举手 谢谢您 因为我知道我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 人数十六人 A组是实验组 B组是对照组 所谓实验组就是有用 加上这个机能水腿灯 我这里要强调 食品 药物 这是人为的分割 其实所有我们 活着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都是一样 包括水 包括空气 也不相信你 当然喝水看看有问题的 也不相信在上不上的溺水 它是有问题的 也不相信你溺水看看 是少了一口气 对不对 我们的观念我们要扩大 包括水 空气都是药 一直是人为的分类 这分类而已 平均 我们用了什么东西 用了所谓的Ease 一二三 六颗一天两次 早上十点半跟晚上睡前 一个小时 这个要是这样用的吧 第二个八般是六号 男女不一样 那么每天只吃三个 在下午两点半 这两种而已 那么刚才所处方的 Ease 一二三 数学阶线 几丁子 零食 丹麦草 葡萄碳 葡萄籽 教育蛋白 桑桑籽 还有这个柠檬酸钙 抗坏血钙 还有Ease 一二三的成分 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碰到的 那BioBalance六 是丹麦药 山楂 葡萄籽 几丁 聚糖 抗坏血 酸钙 浅无所 这两种事情 要执着比例不同 分别难了 成分就这样子咯 使用的方法 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我们怎么看 它的效果 我们用几个几个几个评估的方法 第一个NIH 美国 一个国家卫生医院的 short scale NiHSS Battle Indes 八十两表 八十两表 我们讲说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 到医院去 他要开个八十两表给你 然后用他来作为一个个请外 就是这个表 在附件领域里边 我们用到一些进度 附件进度辅助的指标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谈 还有录影 刚才看了一些录影 我们用这几个方法去看处方的剂量 也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进步情绪 经过统计 首先NIH的一个中风的scale 红色的是对照素没有使用的 男色是有使用的 那么它的使用八个礼拜来中风 中风在八个礼拜里边 就能够看到它的效果 同时有统计学的意义 NHSH这个scale这个量表 这个平量表 是用来评估一个疾病 这里是指中风 这个疾病的进步的情形 也是从类比变成量化的一个方法 那在这两组人 A组跟B组之间 它的差异在哪里 你看从 刚开始使用 到第二个礼拜 就已经有统计学的意义了 有意义的组内的差异 第二个礼拜就开始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了 也就是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快速 要时间够长 我们可以预期 要说要讲预期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进度 这个是NHSS 那么八十两表 有使用的八个礼拜 它的进步情形 没有使用的 它根本没有改变 八个礼拜 它的改善的百分比是百分比六十五 那么同样的是 这个统计的方法 在这个一四个礼拜 用Buddle Index 八十两表 一四个礼拜开始统计学上的意义 然后左背的差别 那是有意义的 那么中风的病人通常是落床 那么他的体力 他的耐力能够坐得住 能够坐得住 所以可以看看我们八个礼拜 都时间都延长那么多 他的改善的七十五 七十以上 做得住的这个是组类比较 那么另外一个量表是看 这个复健进度辅助的指标 要看什么呢 他参与周遭人事务的能力 通常中风的病人 他是隔离起来 他现在有能力的 他能够参与 把他的活动范围扩大 那么这个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 一个八个礼拜的 我说治疗好了 他的平均值 就从被动下 偶而能够主动参与跟互动 进步到多人主动的参与互动 动风 动风的时候 只用八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个自然医学的方法 产生标靶共振的原理之下 他能够得到那么好的进步 放在里面 中风我是举的两个研究 这两个研究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希望 他的还有盼望 他从不抱希望 就进步到 看到希望 有信心 跟不用 结论 我们 正常的主流医学所服的药物 再加上这个食品 添加以后 中风超过六个月 在主流医学来讲 包括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 复健的一个健保给付来讲 三个月以上的健保给付 都满都满体重 可是 体重 是不是对病人来讲 是很失望 可是呢 在自然医学里边 给他希望 在中风超过六个月以上的 肢体 原章来 生活治理能力 还有生活品质 都有改善 因此 我们过去的概念 中风 就 完了 可是 希望都在这里 因此 这个代表什么 希望呢 在资源上 长期照顾 方面 我们慢慢降低 这个病人就 有尊严的 有生活 活下去的希望 然后生活品质 会更能改善 这是第一天 我还有多少时间 主持人 还有这个 可以到明天 对